以前您不太喜歡接受屍體的面子 沒有啊 我從那個入閣前前一天就接受大家聯訪 你忘了嗎 在Bookshow 但是最早的時候專訪 您可能會提說 因為不想要有獨家 就會用比較線上的 不是那是我入閣前啦 我根本還沒有就任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屆平民了 而且我那時候人在紐西蘭 然後在巴黎 那所以如果是獨家的話 大概只有中央設訪得到 這似乎對各位也不是特別有利 對那但是我一旦入閣 就是各位開始付我薪水 就是因為都有納稅嘛 之後那我面對面是從來沒有拒絕過 我唯一要求只是說你們錄影 我也要錄影箱而已 那你就是之前有做很多特別的跨界合作 比方說跟日本樂團啊 沒有啊我沒有花時間下去 他只是拿我們錄影的那個 因為我們有開放授權 拿去叫做Sample 意思就是說他其實沒有問過我 他就直接把我這個公開授權 因為我答應不去告任何人嘛 那所以他們就拿了我講的一些特定的字 好像是Amplifying 他覺得這個字很酷 然後呢增幅嘛 然後就拿到他們的那個混音的音軌裡面 所以他只是最後就是公開的時候 確實有來一封信 問我說我們要公開了 那你覺得如何 那我就說其實因為我都已經公開說過 不告任何二床的人了 所以很高興你們通知我 但你們其實不需要我的許可 哦 那您看到成品的感覺 對 呃他很有意思 就是說他的那個MV 是透過就是一個叫做GAN的一個 那個AI的方式去產生的嘛 所以就是一大堆好像字幕形狀的東西 變化來變化去 我覺得那個是蠻有意思的 那有點像是那個Matrix 裡面就是一面落下來一面變形的那些符號一樣 對那個視覺上是很有意思 那聽覺上花了一些時間才習慣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我不同日語 那但是後來有看到他們的歌詞 那歌詞也寫得蠻有意思的 那個口罩3.0到振興券啊 就一請來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挑戰嘛 那這段時間您這個過什麼樣的生活 過什麼樣的生活還是一樣 就早上七點上班 晚上七點下班 然後中間就是 就是抽十五分鐘的時間 每天會一會網友 大概就是這樣的生活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沒有加班喔 沒有加班喔 那你這麼有效率 也不是 而是說我主要工作是在 就是睡前 看需要看的文件 然後醒來想出一個新的主意 所以其實我如果問題特別複雜 那我就要睡特別久 就是要睡久個小時 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如果說加班 那意思都是我睡比較久 你這樣講的那個很有畫面感 那感覺你在夢中腦子processing嗎 對對對 真的假的 像我們現在其實算是休閒 就是說我把就是各位感興趣的問題啊等等 那有一些我就是也不做判斷 也不覺得他一定要什麼方法解決 那聽了這個整天下來 大家不同的想法之後 那我在睡夢中去做一個綜合判斷 那所以你醒來就會有責度選啊 對就會有一個靈感 每天嗎 都是這樣 那特別複雜 就要加班到睡覺教室 那一般來講七八個小時就夠了 那一定是當隔天就會有 是這樣子 哇怎麼這麼好 所以睡覺是一種加班的形式 對你嗎 就是說我醒覺的時候其實是休閒 是睡眠才在工作 我好想要這個當標題喔 實在太酷了 那所以您 因為我們本來接著要問說您如何釋放壓力 那有壓力嗎 就睡覺啊 可是你同時釋放壓力 同時又要想solution 那你的腦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在 腦是一直keep walking 還是 也不是這樣講 我們所謂的壓力的意思 它其實它好比像說 你要一直坐著啊 肌肉無法放鬆 或者是說你的注意力 要一直停留在一個東西上面 注意力不能轉開等等 但在夢裡並沒有這個問題嘛 全身都是放鬆的 我說肌肉啦 那然後當然除了眼球之外 可能會動得很快 然後除此之外呢 在夢裡面也沒有說 一定注意力要放在哪裡 它實際上是一個 不斷懸浮的一個狀況 就好像在夢裡一樣嘛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然壓力是可以釋放的 那你現在還有一些事嗎 欸比較沒有 我之前有翻譯一些 但是比較沒有時間寫實 現在寫的都是一些 像是slogan一樣的東西 是用什麼語言寫的 以前英語跟中文 當然是都有使用 那現在的話 就是主要還是寫一些 JavaScript 或者HTML等等 這些程式語言 我還是有在寫程式 但是中文的話 到最後就變寫一些 非常短的一些東西 什麼公民之國 在話之中 什麼這樣才八個字 對 很多人都說您是 就是最善於溝通的政務官機 可是其實您 小眾沒辦法適應 學校生活 一直要下來 可是後來是怎麼找到 就是跨界面的溝通觀念 然後跟人家談話 已經不再負擔了嗎 不過那是八歲的時候了 對所以八歲的時候 確實因為 假設你現在 我把你裝到八歲小孩的身體裡 讓你去讀小學二年級 你也一樣不適應的 對所以其實就是 社會化的那個速度不同 程度不同 但是當我還不像說十四歲 我就中錯嘛 那我就去研究所啊 旁聽啊 跟這個教授討論啊 大家就把我當大人一樣看 其實我完全沒有溝通問題 所以其實主要的還是說 小學二年級學生 當時的那個社會情境 跟我就是心智的這個發展 可能有一些落差 那進入公分以來 有沒有看到怎麼 您還想改變的事情啊 其實我一直想把空總的圍牆拆掉 就是我們仁愛路三段99號 那從外面看起來 簡直就是一個軍事基地 戒備森嚴 我們裡面不管再怎麼裝潢 請那些喜憨兒的朋友們 拿用非常漂亮的一個 拓譜學的一個方式 去呈現出各種巧思 跟你從建國花式看起來 還是一堵牆啊 還是非常這個 非常冷峻這樣子的一種美感啊 就是空軍的那種美感啊 對那但是現在就是很高興就是 立軍部長在他現任前的這個 最後的這個立座 就是把牆全部拆光 那現在呢就是 從外面看起來 根本就是一個新的公園 那跟我們的 就是當然森林公園一樣 那整天都有朋友們 在這邊就是走來走去 聽音樂看表演 從建國花式 也可以直接看到我的辦公室 就是社會創新實驗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很開心 都上下班都是用走路的 那現階段還有什麼事情 會吸引你的好奇啊 當然每件事情都會很好奇啊 好比像說 我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隨時都會有朋友來找我這個 談新的事情 好比像說 在最近 因為三倍券的事情嘛 就有很多朋友來問 好比像說就有個朋友說 欸我很好奇 有沒有可能說我們三倍券 這個紙本券的部分 我們兌換的時候 因為最後店家 要用筒編嘛 用他的這個 就是公司的賬號 然後去銀行換成現金嘛 有沒有可能用存款機 跨行存款的方式 他完全不需要面對貴員 他就把那些三倍券 放到存款機裡面 刷他的那個 就是公司的金融卡 然後就存進去了 欸這非常的有創意 所以我們還特別去問了 這個提款機的原廠 然後原廠說可以 要改任體 要改六個月 不過六個月 我們的三倍券就結束了 所以事實上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主意 但是在這次 來不及去把它實現 那我也因此 就學到了很多 關於ATM的創新用法 不好意思 那個錯了 我要幫你對 對 我還會堵腦鋪 對 所以最後要起來 你就知道了 沒有 我們這個英文也可以給你們 就是可以補上 太棒了 太驚人了 那那個 還有什麼 就是好奇想要改變的東西嗎 嗯 就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在原路三段99號 每個禮拜三 每個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所以其實我並沒有自己 想要改變什麼 我想要的其實就是 把那堵牆拆掉了 然後任何人有新的想法 不管透過視訊 還是透過就是面對面跟我說明 那大家的想法 只要對社會有公共的利益 那大家一起來幫助 任何人是指 比如說我們 對 對 任何人 對 真的是任何人 那我們下次去找你 直接來找我就好了 我早上晚上都在那邊 不用預約 不用預約 不過預約的話 你就會有完整的40分鐘 那你走進來的話 就要看就是前面門診 不是 前面這個排隊的到幾號 那有時候可能只有10分鐘 或20分鐘 那但是我唯一的條件一樣 就是我們的錄影 或主次稿必須公開這樣 所以在不來找你問診的人 也會被過 錄下來這樣 對 是的 當然他們有時候會覺得是說 他想要好比上要取一個筆名啊等等 這都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我好奇 那最近有沒有哪一個 就是進到那邊 問您 就是找您諮詢的那個問題 你印象蠻深刻 然後你接下來也會想要去試個解決 對啊 其實剛剛那個存款的就非常棒 只是可惜來不及 把它實作完 那另外一位是關於數位券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是說 欸我如果是線上刷三千嘛 那其實我們現在是說要出門消費 所以事實上你線上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去刷那種你必須親自去體驗的 好比像說看球賽啊或者看藝文表演啊等等這些活動 但是呢他想要去幫助什麼呢 幫助沒有拿到三倍券的朋友 簡單來講像我們的移工朋友 那移工朋友這一次他是沒有三倍全可以拿的 那這樣子的話他想要捐給他們 可是實體的捐贈相當的麻煩 所以他就想說是不是可以找一個幫助移工的一個NPO 那他有愛心嘛 那可不可以是說欸我還是實體去刷三千 但是我回饋的那兩千我就運用愛心嘛 去把它捐給這個NPO 給移工朋友們開課 一次就可以去幫助超過一位 甚至是十位數十位數百位移工朋友 那他有找到一個NPO是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正在研發 看能不能你出門消費刷三千 但是你的兩千回饋自己不領 而是捐給某一個愛心嘛 哇這個不錯欸 好酷 所以這樣真的真的還蠻好的 您應該是就是說網路討論最高 那個討論度最高的格別啊 你覺得就是一般 不是不是 討論度最高是我們陳時中指揮官 這個有數據的 那也是第二名吧 是是是請說 那您覺得大家怎麼看待你啊 就除了天才IT大臣 你有沒有希望您自己的 就是唐鳳正維的形象 不過您剛剛講那個是日本網友啊 就是大臣那個是君主立憲國家才有的東西啊 我們是有直接民權的共和國啊 對不對 民國族可能有大臣呢 我們是委員 那但是當然我尊重我們這個 就是 鄰國的這個文化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去批評他 但是我會覺得說這個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他很像是一個動漫角色的一個二創 就好像西遊記裡面那個悟空 跟契隆祝 除了名字一樣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別的關係啊 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好像跟我同名同姓的一個動漫角色 那人家要給他什麼別的這個二創三創 這個我就是樂觀其成吧 可能就像Dos Monos那個樂曲一樣 我其實是沒有參與創作的 但我理解啦 好比像說日本的年輕人 他對參與政治可能有一些挫折感 所以他運用這個動漫角色去激勵他們的大臣 那這個我理解 但是這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還是數位政委 那希望大家還是以政務委員來理解我的工作 但是民生就是以關注度高這件事情 有造成任何壓力嗎 在做每一個 因為上中央決策下來之後的一些應對 你會覺得有壓力嗎 其實也還好 其實最主要的改變就是說 因為我走路上下班 那以前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走路 大概十二三分鐘就會走到了 但是現在就要花十五六分鐘 因為中間總是有些朋友想要合照啊簽名啊等等這些 你來者不拒嗎 確實是來者不拒啊 真的好 我就早一點出門就是了 就不會遲到 就多了五分鐘來 對多了五分鐘來 可以留念的 就是這樣 那個從就是開發登山 就一再是服務啦 偏向遠距啦 口罩3.0那個振興圈 就其實涉獵可能很廣啊 就是說你怎麼樣就是去吸收這些外界需求 我要跟民眾接地氣 其實很簡單的講法 就是社會創新 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嘛 我們傳統上面想到政治 總是說有一些管理者 他在管理眾人知識嘛 治理眾人知識 就傳統這個威權的這個看法嘛 那但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簡單來講就是 當民進有一個更好的主義的時候 我們不能用面子問題 如果口罩地圖這個五戰尾開發出來 暴血軟體卓志遠開發出來 或者江明宗開發出甚至韓國都在用的那些口罩的應用等等 那我就跟他們說你行你來啊 那這個並不是說好像是民間的政府就不能夠去運用 相反的因為民間也運用開放式創新的精神容許二創 所以就會變成是政府是這個二創者 就是民間先做出一個版本 做得還不錯 雖然欠了Google60萬 但是呢至少全國都知道了嘛 那我們就去全力支持 而且絕對不會阻擋這個想法 而且呢我們還跟Google想辦法談判 最後Google也免了他的債 正如同他免了我們的債 那個在數位政委之前 您有沒有正式上過版呢 正式上過版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有創業很多次啊 就是朝九晚五上班族這種感覺 我現在也不是朝九晚五 而且我是在一個開放式的空間裡面嘛 它基本上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所以也並不是所謂打卡等等 常常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團隊 好比像說我們的數位文化協會 大家可能知道Npost啊 甚至飯科學啊等等的朋友 也會在那邊辦活動 我們中小企業處的TSC Plus 那是一個加速器啊 也常常在那邊辦活動 我們都是鄰居 最常就是聊天 所以這個跟一般所謂的上班打卡 什麼也相當的不一樣 那個當數位政委之後呢 就是說當然就是IT是您本來就很懂的領域嘛 可是就是那個非常非常多不同部會的法規政令啊 還有一些這些事務 您怎麼樣這麼快引起 就是去把Pedge up這些事務 其實就是差不多跟人民有關的社創相關的部會 其實都有各派一位朋友來我的辦公室嘛 就所謂的sacomment就是借調 那這個借調的制度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第一個每一個部會都要很多人自願想要來這裡 所以呢真正能夠來的其實就是非常的有衝勁 而且是他自己就是很願意去跨部會的去溝通的朋友 所以我如果法規有問題 那我就去問我們葉寧葉參事 他以前是NCC法治處處長 那我如果對財政有問題的話 我們財政部也有朋友來在我們這邊 內政教育文化甚至事實上法務部也有一位等等的這些朋友們 其實每個都有自己的專業教育啊等等 所以我如果碰到我不懂的問題 那我只要一打開門我就可以見到他們就可以問了 為什麼大家都想在這辦公室 因為第一個來我們這邊考基是自己打 而且沒有KPI 而且沒有KPI 他自己去找他想要做的事情自己挖坑 然後自己說服其他部會以及其他專家的朋友們一起加入 所以有些很棒的一些主意 例如說請青年的學生 我們每年三十個見習生來這邊 他們所有看不順眼的 從故宮的這個電子票圈要怎麼入場 到您剛剛講的一站式的登山 到這個當然去年比較奇怪 有些學生想說跟NCC申訴特定電視台的過程太複雜 或者等等這些他們想要改變就去改變了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不是我想的 就是這些時常人們這些來這邊的這些朋友們 文官都是常人文官 自己想的想出來之後他們自己去合縱聯合 然後自己去把這個做法端出來 那我有一個好奇的點 就是您從自己創業或是自己個人的作業模式 到進入工部門完全沒有不適應嗎 不過我也還在創業啊 這叫組織內創業 intrapreneurship 這是一個專門的字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完全就是 跟一開始創業一樣 就是我們要取我們的team的名字 光是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這四個字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就貼了不知道多少便利貼 我們幾個co-founder在那邊貼 事實上我也沒有真正參與老師 我們另外兩位co-founder的主意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用一般的就是link startup 就是有一些最小的可行方案 我們先解決一點小小的問題 然後看到最早的時候 是解決就是下大雨的時候 發生這種天災的時候 消防署這個在救災的時候 跟我們的就是國家在訪中心啊 在這個預測災情的時候 資訊沒有對接 當時有當機嘛 那或者是說什麼國菜架啊 當時有這個因為大雨的關係 所以國菜架不透明 所以導致這個一些困難啊等等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 大家碰到什麼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民怨最深的 我們就先用資訊系統來解決 所以做了民生公共物聯網 做了國在家看板 那再接下來就是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這個當然就是 開始有一個民間的力量開始進來了 所以大概就是 就是民怨為主的一種開發了 那慢慢的我們做出一些成績 當然就越來越多人願意來借調到我們辦公室 但是林淳前院長 就是詢問您要不要入閣 你是完全沒有猶豫的嗎 沒有猶豫啊 因為我當時就是把我當時在民間 其實我當時在就是文官學院啊 公園訓練中心啊 其實已經跟常任文官有非常多合作 應該已經訓練了這個超過一千位常任文官 所以我跟常任文官當時是彼此時間相當互信的 只是因為我是類似顧問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我講的他們是參賽就是取決在他們嘛 所以我就是跟林淳老師說 我雖然當政務委員 但是我不督導任何部會喔 我講的每句話還是建議而已 如果部長覺得不太OK的話 他就不要參賽 我不要去下命令 那這個是我的工作條件 那他說OK啊沒有什麼問題啊 那所以這樣我就加入了 我們剛剛發現名片上有一個一次手機號碼 那是你真的在用的嗎 那是我真正的手機號碼 那這樣不是每天大家都傳情訊給你嗎 沒有問題啊沒有問題 OK的是不是 沒有我email也都是親自回啊 我每天一定都把email回玩 可是你剛剛說才四五分鐘就可以回玩 那是social media 那是不一樣的 social media是我看到有提到我的名字的 我覺得我有貢獻的 我就跳出來回個幾句 那是我的嗜好是興趣啦 對講到這個 昨天您六點多有上PET回文嗎 因為有網友提到您那個房貸債務的問題 是的是的 所以平常就是連PET也都是在掌控範圍 不是掌控範圍 我在瀏覽器有一個頁簽 就是google自訂搜尋 最近一小時提到唐鳳的網頁 那我看到我覺得我有貢獻 包含PETT在內 我就會上去留個幾句這樣 那所以您平常起床的時候 通常因為六點多 其實我看我朋友在討論是說 我沒想到唐鳳這麼早就出來回留言 所以平常您是起床之後 第一件會先看一下 在我睡著的時間 到底有最近有誰在召喚我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談一下那個Po文嗎 其實我您有親自回覆嗎 所謂自費數位壞交這件事情 就是正確講法叫自費工價 這部分方便了嗎 請說 對就是我們想知道說 您為什麼願意做這件事情 你說為什麼願意請工價還是為什麼願意自費 為什麼願意分費去做 因為國家真的沒有這個預算讓你去推動 因為主要是因為院本部 它其實當我沒有督到部會的時候 我也就沒有任何部會的預算可以去運用 一般來講假如我督到某個部會 那就會是我組一個團 然後出團 我當榮譽團長 然後那個部會的可能一個處長 或一個次長 當實質的團長 編列他的預算 然後我運用他的預算 出國嘛 這是最常見的情況 那在一些我有特定督到的事情 好比像說我入閣之後 才開始督到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我們在社會企業年會 我們遠征伊索比亞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那當然可以去運用 我現有的部會預算 可是數位外交 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去參加的 並不是人家公部門辦的活動 常常是一個民間部門辦的活動 雖然現在民間部門辦的活動 美國的國務卿跟我們的總統 好像都可以隔空會面了 但是無論如何 這還是一個民間辦的活動 所以我們的部會 尤其我如果又沒有督到部會 其實並不會編列這種常規的預算 去參加民間活動 但是我參加民間活動的時候 我當然還是代表民國 代表台灣 所以這個時候 我又是具有類似外交的這種身份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新的科目 在當時院本部裡面 是沒有辦法去報仗的 主記一看也沒有什麼科目可言 所以當時林軒老師其實 在跟我面試 雙向面試的時候 他一開始就講得很白 就是說他問過了主記 院內沒有這樣的科目 他瞭解到說我會去很多地方 甚至像Devils 也有一些就是我的朋友 會幫忙炫耀我的理念 那要是哪一天我要去Devils 那院裡是沒有這個科目的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講得那麼白 那我就說那好吧 那我就自己付錢 那所以我們就談出了自費 更加這個模式 所以房貸債務 目前都還可以負擔 當然就是在我的薪水可以負擔 就慢慢還了 對 對 那個您還是對教改這一題 您現在有沒有什麼想 還想要達成的事情 其實就是新課綱 我想新課綱 我是課發會的委員 但是不是課審會的委員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入閣了 我就沒有再參與新課綱 但新課綱裡面有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所謂自發互動共好 它不是只有在學校裡學 它可以一個學校的課發會 像我剛剛採取一所高中去演講 他們只有高中生 自己就是課發會裡面的學生代表 他們就想要來應用一些 他們現在看到一些不公不義的一些現象 想要解決社會問題 像我們的塑膠吸管 這個也是另外一位高中生 王宣如 在我們這個五千人的連署平台提出來說 我們要逐步的去禁止使用它等等 所以現在就算他們還沒有投票權 可能一陣子之內16歲大概也不會有投票權 但是他們想要參與民主 參與公共政策這個心 絕對不弱於任何有投票權的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 怎麼樣他們真的能夠參與我們的公共政策 這個是我的職責 那但是這個跟新課剛裡面 透過自發跟社會互動來學到新的價值 共好 這個是完全契合的 所以這是他們平常上課就可以的一部分 像那個王宣如 我們問他說 我什麼提案 他說這是我們公民課作業 我們公民課老師 就是要我們去提一個網路連署 那種的公民課 那個疫情改變很多人的價值觀 那假如說明天是你最後一天的話 你會怎麼過 我每天都是像這樣 所以我如果明天最後一天 我現在還是在做這個範文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因為我本來就假設 我每天都是不一定行得來 不一定行得來 兩隻狗那個是在我爸媽那邊 其實我入閣之後就沒有再跟狗一起住過 那為什麼是因為就是阿黑跟球球 他們在淡水那邊 它地方比較大 當然後來還有阿黃 現在就是我爸媽那邊有三隻狗 那但是我在入閣之後 完全從來沒有養狗 所以你現在是住仁愛路了 我現在是住 不是啊 那是我辦公室 我是住信義路 它是在那個大安森林公園對面 一棟叫信義大樓 我都把它叫做宿舍 因為大部分的部長什麼都住那邊 就是一貫事 對我們常常在電梯裡就開始繼續談公室 哇 那我們就是 那您每天的生活作息 就是 剛講了 就是早上大概六點多起來 起來之後就是看一下最近沒有人提到我 有的話稍微在PTG上回一下 那但除此之外大概就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走路上班 那走路走到人路399號 中間停下來可能就是自拍一下或什麼之類的 那到那個地方之後就開始去跟大部分是美洲的朋友 開始去連線通話 那大概都是早上7點到9點的這一小段時間 那當然在中間就是白天的時間就是做跟亞洲的朋友和台灣的朋友的合作 那到大概傍晚六七點的時候就是跟非洲跟歐洲的朋友在線上視訊 現在一天大概平均有7場子而已 對 那有個人時間嗎 一天當中就是睡覺而已 是屬於個人的嗎 其實白天都是個人時間 可是它感覺要跟很多人去 對 對 你說一天7場啊 對 那就都很放鬆 對啊 因為我沒有什麼壓力嘛 我其實我工作是做興趣的 對 我其實並沒有什麼什麼使命感什麼東西 就是說每一場我都享受這樣子 那我真的比較認真在想事情 那個是睡覺的時候 那你好 你7點下班回家會吃好一點 什麼嗎 我通常是在社創附近那邊有一家純素的餐廳 是在那邊吃 然後吃完之後再走回家 那休假日又幹嘛 休假日 我沒有什麼休假日 什麼叫休假日啊 你週六週日啊 週六也是7場啊 週日呢 週日的話是會回淡水 去陪我爸媽跟老人家 週六也是7場 那好 那端午連假怎麼安排 這個還在想 這個還在想 還沒有特別想好 本來是想說出國啦 其實連出國機票都買好了 但是很久以前就買好的 對 但是那個要到的地方 目前還沒有跑到那個什麼泡泡裡面 對 據那一位大使 我就不講哪一國了 說不定國慶連假的那個時候 也許有機會 對 所以這個就往後安排了 所以在這邊端午連假的時候 可能還是只能在國內 機票沒有浪費掉吧 我一直說可以延期 當然也可以全額退款 因為疫情影響 對 所以工作算是您現在覺得 又是一個興趣又是生活 沒有不需要再找 因為您其實也 有在做冥想 這個東西是 它算是一個工作以外的 喜歡做的事嗎 還是需要的 我現在就已經在冥想 對啊 其實這兩個是完全重疊的嘛 就是說我很認真在聽你講話 但我一面也就是比較專心的 在注意我自己的呼吸 那其實就是叫做revery 就是說 就是 那叫什麼翻 神油嗎 對 那這個其實就已經是一種冥想 這個狀態怎麼達到的啊 有特意的練習 因為您18歲其實就已經有 去做類似奧修這樣的 後來有精神分析啊這些 對啊 當然都有一些練習的方法 非常羨慕 就大家很多民眾 對你有異於常人的想像啊 就是都覺得 哇 就大家聽到唐鳳都覺得很崇敬 什麼唐鳳過台灣什麼 變成一種名 對啊 因為我跟我媽說我要採訪唐鳳 她說喔 那要去哪裡採訪 我說行政院 不然去哪裡 對 就其實是 就是因為 對啊 就是那個內軍你不太喜歡 就是天才IT大臣的那個 就是日本網友的那個動漫人物 對 對 大家都覺得喔 你好像是那種有種架空或平行時空出現的人 就動漫人物啊 所以你也有這種感覺 一個角色 對 大家都會充滿這種寂寞幻想的好奇啊 對啊 有些人配一個什麼笛子就變旋律啊 什麼 都很多人 如果以動漫角色 你覺得自己 你喜歡動漫裡面 你最像哪一個啊 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動漫角色 但是我是覺得說像那個 那個功課機動隊 那個我是學到非常多 事實上那等於是教科書 如果你有看本來那個漫畫的話 對對對 那那個其實那個世界的設定集 就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含去拍Matrix等等 那大概都是從那個設定裡面來的 所以我當然沒有覺得說 我一定是什麼素子啦 那但是那個設定我覺得對我有些影響 那我可以順便再揭取這個話題 因為您有之前受訪有提到您很喜歡Arrival 對啊 我也非常喜歡那部片跟導演 但是我有點好奇您喜歡那部片的原因 因為它裡面的命題其實有 包括談到像是語言 甚至未來可能發展成符號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概念講出來 現在已經是啦 就是那個emogy啊 那個表情符號 就是一堆用表情符號的外星人來了地球 但它同時有談到所謂非線性 對呀 表情符號也是非線性 您是對於時間是不是線性或非線性這件事情 你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確實是如此啊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是 就是代表著一部分的未來嘛 所以就是說未來透過每一個個人而來臨 那像這樣子的想法其實也是Arrival的一個基本想法 就是當你就是運用一個非線性的方法去想這個宇宙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被受到說 好像才一定是線性的往某個方向的這種發展觀 而且你會覺得說 事情就是在每一個人 未來透過每一個個人而一起來臨的這樣一個感覺 那事實上是Arrival這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非線性這件事情 就像裡面艾美亞當時好問男主角說 那如果你今天你已經可以看到你的從生到死的過程 你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那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回答 當然沒有什麼改變啊 事實上是一樣的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我每天其實就是過好那一天的生活 我也沒有覺得說明天一定會怎麼樣 我也沒有去覺得說昨天怎麼 因為昨天我已經把email回完了 所以就是說每天對我來講都是新的一天 那像這樣子一種生活方法其實就是有點就是timelessness 就是一種無時間性的感覺 所以每天睡前抱持著我可能不會醒來 這件事情有造成你改變這個 因為這個這個病是很小 心臟是從小就不好嘛 對就是四歲以前嘛 所以應該是我有記以前就是這樣 那他得知這個病的時候 那時候在小小的心靈裡面是怎麼去看待 我可能明天就醒不過來 那就接受的啊 那不然要怎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覺得為什麼是我這種 因為當時還沒有社會化嘛 社會化之後可能九歲到十五歲 你才會跟別人比較嘛 那當時對我來講這個就是一個實質的狀況 四五歲的小孩其實是不會跟別人去比較的 那對我來講這就是現況 現況就是說我每天睡覺不一定醒來 那就是這樣 您有說過小壽記憶就是對所事記性很差 可是其實您某些部分記性又很好 應該是說我對符號的記性很好 所以任何東西它只要符號化 那我就比較記得住 那如果它沒有符號化的話 話比方說東西放在哪裡 那我就比較不記得 那個就是 我們本來有個題目是說 您一天會留多少時間給你自己去 可是現在聽起來已經可以 24小時 對我就覺得你就會講這個 對 但事實上是如此 那如果現在突然有個五分鐘空檔 你會想幹嘛 那就可能就是做呼吸 對 就呼吸 對就呼吸 小時候好像迷過羅大佑對不對 是 那現在還迷嗎 還會聽啊 還會聽啊 新的歌也會聽 那你後來還喜歡哪些歌手啊 然後現在喜歡的音樂類型 我最近是很常聽那個Eric Whitaker 那我會聽他是因為 他也是一個我們重包 crowdsourcing的一個先驅 那之前他創作一些古典音樂 是邀請youtube上面非常多的歌手 那每一個人都是素人 自己錄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那他把它全部拼起來 叫做virtual choir 就是虛擬合唱團 那我是因為虛擬合唱團 所以才認識到他 那為什麼我會去找虛擬合唱團 就是因為當時想要解釋重包 然後這個概念去給我們所有是二職等的公務員 那就大概300人 那我們辦了三個題詞的講席 在應該是2014年底 205年初的時候 那為了要找到說 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讓大家有感 那我就找到了virtual choir 所以就在應該是人事行政總處的那個 就是學院裡面去放 然後大家一看 真的耶 這個一大堆網友 每個人貢獻五分鐘 十分鐘的時間 加起來就是非常優美的音樂 就是您之前當過低音歌手嗎 低音歌手 那個是有一個叫胡佑天的 對 那是一個標籤 就好像那個什麼IT大臣一樣 對 我競表這個尊重 但是不用去迎合他 就是那個哲學跟冥想 是讓您維持情緒平穩的方式嗎 是 那可以說說就影響您最深的一位哲學長 維根斯坦 或是某些 或是他的理論 或是什麼 維根斯坦 維根斯坦其實是兩個人 就是前期維根斯坦跟後期維根斯坦 那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前期的維根斯坦的想法是說 所有的哲學問題 它大概都可以變成是 你用語言的邏輯可以去解釋的 以及那些不能解釋 而只能顯示展示的 那所謂的哲學 就是幫人把這兩種東西想清楚 就是所謂的世界圖示 那他在後面的一個想法 就比較奇怪 他認為說語言本身沒有自己的意義 你去使用它的時候 才產生出它的意義 所以語言有多少種用法 就有多少種意義 而我們做哲學的只是 讓大家看清楚這件事情 不要執著在特定的意義上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主張 那他的想法有幫助過你什麼事嗎 或給過你什麼期望嗎 當然前期維根斯坦 他後面的這些像這個 布林邏輯等等這些 是我們寫程式 所有人都必須要接受的一套世界觀 它事實上就是運算思維的基礎 那所以這個就是 只要寫程式的人 都是受惠於前期維根斯坦 就是所謂的positivism 那但是後期的維根斯坦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每一種文化 每一種看世界的方法 其實你越跨這些文化 叫做transculturalism 你的用處越多 那這些用處它本身就會豐富這個語言本身的意義 這個語言並不需要受到它本來的文法 或它舊的這個做法所限制 你每次可以改一點改一點改一點 然後之後這個語言就會融入更多的文化 更加的豐富 那這個是一個等於是走入世界 或者是在某一部電影 叫做見眾生 那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我覺得對我做政治 所謂學員們一邊站也是非常的幫助 你就是向往的那個理想世界是什麼樣子 就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世界是 就是目前有可能的最好的世界了 那就是說現在 因為科技都是不斷進步嘛 你也會懷念以前就是 沒有這麼多科技的日子嗎 我不用懷念啊 我可以去買一些復刻版的 比方說我現在主要的手機是 它Nokia 8110 上面還有攤石石 小時候在還沒有電腦之前 你那時候最喜歡什麼 就你還沒辦法寫程式之前 生活樂趣 大概就是算數學吧 但你也看蠻多書 是啊 是是是是 閱讀當然也有樂趣了 但是就是說解數學題啊 這個解邏輯的題目 我對運算沒有什麼興趣 覺得是很融 因為我每次做結果都一樣 但是對於就是想出一些創新的解決方案 那當然是很有興趣 所以後來有了電腦 等於融的部分都交給電腦做了 我就很開心 就科技等於就是打開你的人生心夜 是你最擅長的領域 可是就是科技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你自己覺得的那種忌憚啊 比方說或是說 會不會我們以後社會變得像黑劑一樣 會凡事這樣子 凡事人類 你說哪一集啊 每一集都不一樣 某一集 或是有時候好萊塢店也是啊 就是那個 你所有膠品那個電腦 電腦突然就是糾結其他的壞人 一起來想要毀滅人類啊 就是 就是AI長出自己的死 對 很多電影都在講 是啊 對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把AI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師的智能 那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助理 那這個助理他必須要做兩件事嘛 第一個你的價值跟他的價值 必須要一致 至少他上班的時候 應該是以你的利益為最佳利益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做一些判斷 跟你的最佳利益 感覺上有點衝突 他必須給出交代嘛 所以value alignment 跟accountability 就是價值的一致 跟給得出交代 這兩個 我們如果對人類的助理 是這樣要求 那對AI當然也應該是相同的要求 只要保持這樣子的要求 大概就不會出現像 好萊塢電影裡面那樣的狀況 所以您對科技 還是抱持比較樂觀的想法 因為我之前看黑鏡看完 我真心覺得 有科技感覺好像 一種很黑暗的感覺 不過黑鏡真的是很棒 其實就跟很多當代藝術一樣 他是提醒我們不要這樣 對 那這是非常棒的 因為如果沒有就是 這種不要這樣的想像的話 那當然很多的開發者在開發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存心良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宅新人後嘛 那所以就是大概不會特別的去說 我要害這個社會 但是如果他沒有看過黑鏡的話 說你不小心 就造成那個結果 對 那您覺得就是科技最終會帶 你人類到什麼樣的地方去啊 其實還是看人類本身嘛 就是說如果我們覺得說 好比像說我們在疫情裡面 我們運用的大概都是我們叫做 Social Sector Technology 好比像說肥皂啊 酒精啊 口罩啊 都是這種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有所創新的一個部分 包含這個什麼粉紅色的口罩啊 運用電鍋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整個社會都可以來一起創新 所以我們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民主反而深化了 我們反而有種共同體同舊一命的感覺 而且呢我們並沒有落入 好比像說那種極權主義的那種狀況嘛 也沒有戒嚴嘛 是我們連緊急狀態都沒有宣布嘛 那但是在一些其他的別的政治實體 他也放到了他本來的那種極權的 就是國家控制一切的等等的這些想像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疫情 它是一個等於增幅器了 就是說我們本來這邊是民主自由的 變得更加的民主自由 那別的地方可能本來沒有那麼民主自由 而且它相當極權的 那經過疫情它等於有更好的藉口讓它更極權 那個最近有一些就是因為網路霸力而自殺的 人一人的案例啊 就是你怎麼看待這些現象 因為感覺網路也有一些不能量 對不過當然實體霸凌這個也是有的啦 這個敵手經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是就是有人群的地方 就有霸凌 那但是透過網路當然因為網路的匿名性的關係 但確實是讓人會覺得說 好像我袖手旁觀 你實體袖手旁觀 還會覺得好像覺得說有點抱歉這種感覺 但是你虛擬的袖手旁觀 反正隔著一個螢幕嘛 那不做事就不做事 那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這種虛擬的袖手旁觀的這個狀況 確實是需要每一個人去看到說 當霸凌發生的時候你不能袖手旁觀 當然你最好的情況下 你可以知道有一個IWIN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民間組織 你可以在那邊去尋求一些資源 或者是去尋求一些解決的方案 但是最壞的情況下去 你都不知道這些資源的時候 你至少可以說這件事不對 而且我正在看著 就是I'm watching this 那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在看著 就像現實世界一樣 如果有霸凌發生 旁邊有人拿起手機開始錄影 那這樣子的話霸凌就很難期許 您小時候的實體霸凌 現在已經完全不會在您心中造成任何的 對啊當然了 因為我八歲的時候主要是不了解 為什麼就是小孩會這樣 那所以我就看了一些發展心理學啊 等等這些書 後來他就解釋說那是因為什麼成就壓力啊 成就壓力又是因為什麼飲食教育啊 飲食教育又是因為什麼東亞的什麼什麼之類之類文化啊 所以他們的父母啊 有什麼成就焦慮啊等等等等 那我一旦了解了後面的這些狀態 當然就比較能同理這些別的朋友們的感受 所以我大概到九歲十歲 心裡就已經沒有什麼芥底了 所以真的閱讀讓你找到很多人生的答案 確實是如此 那您現在還沒有就是情緒都一直這麼平穩 你真的都沒有任何的事情會讓你的心起波瀾嗎 當然會有啊 只是說他就是起波瀾的時候 我不會去認同他 所以就是稍微生氣 那就稍微有放下 哪一類的事情 譬如說 任何事情啊 任何事情啊 好比像說我如果到這個人F3199號 那有人來找我 他碰到了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很憤怒 那這個憤怒當然也會影響我啊 我也會覺得說好像心跳變快了 或是說他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覺得很悲傷 這個悲傷也會影響我啊 那我就會覺得說 真的好像我也很想哭等等的這種感覺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這就是我 我會覺得說我好像有一個容器嘛 稍微承載了一些他的情緒 但我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留給自己一個空間 然後慢慢的 因為傾聽嘛 傾斜 慢慢又回來 然後又平衡回來 平衡回來這個過程 我如果有分享出去的話 那對方就會覺得說 不但被認真聽有聽懂 而且好像可以走得出來這樣子 能夠讓你就是尊敬或欣賞的人 要有什麼特質啊 大概他必須要是Homo sapiens 就是現代之人 那現實生活裡面影響你最深的人是誰 現實生活之中影響我最深當然是我自己 怎麼可能是別人呢 對那但是我是覺得說任何人都可以影響我 就像剛剛講的我的office hour 那是開放的 在我如果你是有預約啦 40分鐘裡面 你就是影響我最深的那個人 因為我注意力覺得不會放在別的事情上面 那當然在這40分鐘過去之後 說不定你就自己找出自己問題的解放了 那也不一定需要我 就是您因為心臟病的體質 不能有過度起伏的情緒 對那所以 你因為這樣有控制自己的情緒嗎 嗯不是就是一種就是survival instinct 就是為了要回下去嘛 那小時候就是知道說心臟開始變快了 就要省呼吸 那或者是說走路走太快了 那這樣肌肉就要放鬆 然後就要慢下來等等等等 就是說本來這個身體它為了要回下去 它就有發展出很多反射性的反應 那並不是我有意識去控制的 那你現在還需要吃藥或治療嗎 沒有其實開道 因為那個是一個物理的 就是心事中隔的缺損 所以就是開道把它縫起來就沒事了 就是那您的工作或生活上 有沒有什麼底線或是地雷是不能碰觸的 好比像說我不能不睡覺 因為我主要工作是在睡覺 所以你如果完全不讓我睡覺的話 那我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嗎 大概這樣 感覺您對人生或是決策每一步都非常篤定啊 就是都沒有你從都沒有對 然後說現在或未來有任何迷惘或迷惑嗎 嗯嗯嗯嗯 確實是隨時都在迷惑的狀態 所以就是因為我也就是 並沒有覺得說接下來一定要怎麼樣嘛 我接下來會有什麼感受 完全看接下來來跟我見面的 沒有什麼感受而定 因為我是有點像一個空間嘛 一個管道一個通道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隨時跟迷惑狀態相處 或者隨時跟大家所提出來 很多是結構性的 你要解決可能要四十五十年等等 這些東西相處 反而讓我變得比較有耐心 因為這些反正你不可能在 就是可見的未來完全的解決 那我們每一代就做一代的事情 我們每一天就做一天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覺得笃定 可能是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的 就是您曾經有了疑惑 你都去找知識 找書籍什麼都把它想通了 所以就不會 所以再出現也不會疑惑你了 聽起來感覺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好比上說 到底要怎麼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並沒有一個 單一的標準的答案 事實上這是需要全世界的人 一起集思光陰 那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第一個 我不會覺得說他現在立刻就要有答案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大家都在集思光陰 我這個方向想 那我有這個信心就是有一天 那我想現在職人還是會找出答案 這樣 因為就是我聽一些朋友講 就是說 喔 就是你是那種跟他們開會 是唯一可以把一大堆 事前資料都讀完的人的餘惠者 而且你可以隨時描迴各種專業問題 是這樣 對 就是到底是過目不忘 還是有什麼方法論還是 因為這非常非常神奇 不過其實他只要有符號化 然後 我有看過 因為我看的時候 腦裡不發出聲音 我也不下判斷 所以就是留下一些視覺印象 那我如果那天有睡夠 那我醒來之後 確實就是你提到裡面相關的字句 好比像說 像什麼低音歌手 我馬上就知道說 胡佑天在諷傳媒那篇文章 這樣子 那確實是有一點接近過目不忘 但是那個兩個前提條件 就是說 我看的時候心裡不下判斷 跟我那天要睡夠 這個是必須要做到的 所以您完全不會有失眠問題 對不對 沒有失眠問題 哇 也沒有時差 也沒有那個嗎 有時差 我時差調得很慢 這就是為什麼我盡量用機器人出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個就是您就是身體健康方面的狀況怎麼樣 當然我們就是作為公務員 尤其是隔園 就是每年都要接受健檢 健檢的結果目前都還蠻好的 那有特別做什麼 就除了走路上下班以外 有沒有什麼運動 就走路走得快一點 快速走路上下班 又不能太快 沒有啦 我心臟開到過之後 事實上是可以做劇烈運動 只是說因為之前沒有做劇烈運動的習慣 所以我到現在就是做一些運動 像什麼太極導應啊 什麼都還是比較慢的運動 那您吃的就是 除了吃素以外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習慣或偏好 或什麼喝咖啡啊 喝酒喝茶啊 目前就是我在任務399號 因為前夕真的有點熱 我自己有買一台製冰機 對 所以就是有一個小確幸 就是走路上班 那事實上會流一身汗 那所以就泡一杯咖啡 那但是呢 這個咖啡就加大概三倍的冰塊 所以主要是在喝冰水 就是稍微有咖啡味道的冰水這樣 咖啡有特別講究嗎 沒有特別講究 不過這社創當然因為是社創的關係 所以目前用的應該是香太綠的咖啡道 就是從當年的唐宗翰到現在的唐鳳啊 因為我們其實像我比方與我來說 我對你第一印象就是唐宗翰嗎 因為您父母也在媒體界 當然當然 因為我之前那時候讀過一些您的報道 對 那您回頭看那段生命歷程 您會有什麼感受嗎 嗯 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 對我來講其實就是改這個名字 其實也是充分跟家人討論過的 那其中這也有一個跨文化的一個感覺了 因為鳳這個字不管是你在日文唸成 Oddory 那或者是在英文唸成Odrin 或等等 它在每一個文化裡面有那個文化的意義了 那但是 宗漢 真的就是非常 你知道就是什麼 唐宗漢武啊 好像是一首詩 對 等等的這樣子一種 就是單一文化的傳承的這種感覺吧 那所以 我當時也是有一種跨文化的感覺 不完全只是跨性別而已 就是如果有機會能夠回頭 就是遇到當年的唐宗翰 您會跟他說什麼 欸 這個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你覺得他那時候聽得懂嗎 當然聽得懂 嗯 就您工作上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呀 下一步當然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 蔡總統在他第二任政見裡面 有說要設立一個就是二級機關嘛 那不管是委員會也好 或是一個部也好 總之就是要把數位的這些事情 包含資安啊 資訊啊 通訊啊 傳播啊等等的這些基礎建設 能夠就是在一個地方 讓大家知道說 欸 這個地方有一個基本的政策想法之後 那這個文化怎麼樣去傳播 到各個不同的部會 甚至也包含跟民間的合作上 那您個人生活上 有沒有什麼想要去發展 或是嘗試的興趣啊 當然我興趣非常廣泛啊 所以任何人給我一個音樂 我就開始聽啊 像Dos Monos 我就是這樣開始聽的啊 他們寫信給我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團嘛 那就像是 這個某個攝影師 拿這個周玉瑩設計師的西山行旅圖 來之前我也完全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Just in case 我當然知道西山行旅圖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品味 並沒有特定的品味 所以任何人 就是拿一個新的東西 給我嘗試 我都會非常樂意 所以那一次就 就消息息的幫他拍了那個照片 對對對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哦原來這個是Just in case 是一個很有名的品牌等等 然後後來就是 運營設計師跟他的就是太太 也有經過我們社長參加別的活動 所以後來我們也有見面 那所以說我們創業做什麼衣服也可以 可以 可以 這個我是the Taiwan model 應該很樂意就對了 你這是什麼心情啊 是說就是純粹是好玩 還是說其實你是想要幫他 我當然是一方面就是如果他有公益目的 那當然我是幫他去增幅嘛 就是empower他的公益目的 那但是就是如果他只是純粹為了自己的那種 藝術的理念創作 那我至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也學到 哦原來世界可以怎樣看這樣子 所以你都是非常開心的做這些事情 當然啦非常樂意 那在那個就是疫情爆發之前啊 您出國旅遊就是都是為了工作 還是為了個人就是純休閒 不過我是蠻斜槓的 就是說我一方面當然是就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但是我同時也是三個國際組織的理事 那但是當然他們都是非營為目的 而且是無幾支 而且是院長批准的 現在我們都很小心這三個條件要講得很清楚 那但是這些兼職是很有幫助 因為我參加很多國際會議的時候 我就可以說 沒有我是Digital Future Society的 board member 或者我是Radical Exchange的 board member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就比較不會出現什麼矮話 什麼等等的這個狀況 那二方面是 我就是碰到就是其他的國家的 可能是部長級等等 就不尷尬 因為我其實是以就是 坐在民間的這個席位進去 那這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數位外交 民間的活動 那是兩個非常高階的官員 但是呢是主張說 沒有我們三家民間活動 這樣子的方式去去會面 那所以這個當然它到底算第二軌外交 還是第一軌外交呢 這個是很難說的 那但是像這樣子的外交 大概都還是對我自己的政務的推動 還是有幫助 那對於我們在國際的能見度 那當然更不用說 台灣can't help 那所以這種東西 我覺得很難去特別去區分 所以你們有沒有那種 想說選一個巴黎島Villa 待個五天放空這種這種玩法 對不對 感覺都要出去開會 對就是大概都是有公共的利益為目的 但不管是就是說國際組織 好比說因為有一個跟我共同創業的人 他叫 Vitalik Buterin 那他其實他主要的專案叫以太方 那以太方在全世界都有開發者 所以等於說我們在各個地方 不管Radial Exchange 以太方等等 也都有社群嘛 那所以我就算去一個地方 只是為了純休閒 那只要大家知道我去那個地方 大家還是會專門為了我去那邊辦一場會議 所以怎麼樣都會有聚會呢 您會追劇嗎 沒有那個時間 那什麼時候看黑鏡的 黑鏡是入閣前看的 所以入閣後很多嗜好也要放棄的意思 就是我會看劇本 或者是說去看那個大致的介紹 好比說黑鏡的那個就是高度古中型的那一集 那個我就是去看這個網友 就是去寫了一個基本的劇情的這個梗概 那但是我當然沒有時間去把那些支線都玩完 但沒有實際玩 沒有實際玩 對我也沒有那個時間去跑筆箱 在線上去玩還願 然後直播等等 這是沒有的 所以您其實掌握很多東西 其實是藉著別的方法 就是不是說真的 真的一定把愛一處一處看完這樣子 嗯 對確實 因為對我來講 閱讀的速度遠高於就是視聽的速度 主要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閱讀的時候鬧力不發出聲音 那所以只要可以選擇的話 我大概都是用閱讀的方法 那個 您入閣到現在啊就是做了非常多政策嘛 對 我比較好奇的是有沒有哪一個是 那個過程當中是讓你現在回想起來 它是算很有挑戰 但做完又特別爽快的 嗯特別爽快的 成就感 特別有成就感 口罩嗎 其實當然口罩實名是主要的 因為那不是我做的 那個是社會創新 我做的就是一個通道嘛 就把人家做了 然後這個簽了Google60萬的那種東西 樣品屋拿給我們院長看 那院長說我們全力支持等等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覺得很棒 非常棒 但是那並不是我的作品 那個是就是健保署 然後以及他們的廠商 應該是自託鴻魚 在一邊嘛 那這個江明宗啊 吳展偉啊 甚至還有突然冒出來的 疾管家團隊啊等等 在另外一邊嘛 那所以我是兩個中間的橋梁 我是覺得非常開心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 那是我提出的政策 相反的我會覺得說 盡可能的媒體 拜託去採訪這兩邊 不要集中在我自己一個人身上 其實絕大部分 我所謂制定的政策都是如此 那您有想過您的公譜 公譜人生大概到 公譜的公譜 公譜的公譜的人生 大概會到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你會覺得可以卸下或者是 當然2030年要顯得達到 永續發展目標嘛 不過這是全球性的 那但是就是作為這樣子一種 跨文化的這個通道 我覺得不管是叫不叫政務委員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從事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 一定要某個頭銜才能夠這樣做 那關於像是 因為您入閣當然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跟政權這種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是你想要解決議題 那我2014年底就在這個辦公室工作了 不過當時當然是專案顧問 那關於對社會上面一些 現象或是議題 大概幾歲的時候 開始就會有那種比較深刻的感受 或者特別去觀察 你說像是兒童人權嗎 或者是說免於被霸凌 或者是老師能不能啟發 或者是要不要穿制服 那當然從非常小的時候就有感受 那現在呢 有沒有哪一個議題是特別讓你覺得很關注 但也許還沒接觸到的 大概都有接觸到的 因為永續發展的一個特色 叫做No Goals Left Behind 就是幾乎所有民間的社群關注到的事情 不管是社會正義的 或者是環境發展的 或者是經濟的結構變成循環經濟啊等等 創新工業化等等 基本上只要想得到 大概都有被收納到 允許發展目標裡面 包括廠照這類的嗎 確實上那是SDG3嘛 對 那數位專責的部門 有沒有自己想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現在還不存在的東西 未來 我們還要等立法院把它三度通過 所以這個可能沒有辦法現在來講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很多的立法委員們對這個也很有自己的主張 所以最後這個組織法的主改 最後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做在行政院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那個現在很多都討論後疫情時代 就是對台灣的影響或是傷害 那你怎麼看 當然就是我們以前在透過線上的這種會議 像我們WHA之前幾天 我們自己召集了一個十四國的 這個小新多邊關係的會議 那我們的頻寬當然是非常的穩定的 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發現說 以前我們如果是辦這種線上的會議 來的大概都是稍微比較年輕 但是值等也沒有那麼高的一些官員 但是現在呢 不是都是值等相當高的官員 而且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家長什麼樣子 或者有的時候就是忽然小孩 或者冒跑出來這樣子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疫情讓這些它傳統上面 在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視訊還是一個很不可靠的科技 所以他腦裡一直存著說 視訊就不要了 的這樣子一種感受的朋友們 他不得不採用視訊 而他一採用就發現 沒有啊 像你開一個瀏覽器 按一個連結 也不用說安裝軟體 馬上就加入 而且比起戴著口罩 表情看得更清楚 那所以從這些非常資深的高階官員看起來 這真的蠻不錯的 比起調時差還要好 而且又不會被說 你造成什麼碳排放 什麼之類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資深官員現在就更習慣 所以這對我們的外交 非常的有利 因為你在一個就是線上的這種場合裡面 你看不出來什麼作詞 每個人都是一個方框 也沒有什麼會員啊 觀察員啊 明星席位啊 都一樣的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 小型多變關係 對台灣是絕對一個優勢 您剛剛提到碳排放 因為其實很多台灣很多人 或很多年輕人都覺得 哇 出國旅遊是最重要的事情 像方設法 做聯航什麼也好 後面航班 好 可是跟碳排放 這這 孰輕孰重 那個翹翹板 對啊 當然就是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出國的話 那盡可能去挑說 他的飛機的機型 有更新過 他的這個效率比較好等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真的到了那邊之後 那你也許多用一些 就是像鐵路啊等等的這種碳排放 比較少的這種旅行的方式 而不是在那邊還繼續坐飛機 那當然還有一些朋友們 就是有點贖罪卷的概念啊 就是坐一場飛機 就去種幾棵樹啦 那這個我是 就是沒有特別的評價啦 那總之就是說 你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嘛 試著去把它抵消掉這樣 那個後衛星時代啊 有些人說 台灣其實有些價值出現 那除了就是那個防疫做的還不錯以外 你還看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現在像我們在振興階段 我們看到大家就是更願意面對面 因為其實整個疫情的過程裡 像我自己 大概吃東西都是用叫做無接觸取餐 在這個方式 所以這個就是外送員送到我家的門口 有個櫃子他放上面 而且他就走了 然後他走了之後 他會用APP告訴我說可以開門 我打開門也一個人都看不到 我就看到一個餐盒放在那邊 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個 在疫情期間大概都是這樣 那所以人跟人之間那個人情味啊 就稍微少了一些 所以現在呢 我當然就是剛剛講的 我下班的時候 我就不會再去用什麼無接觸取餐 我會實際走到旁邊的餐廳 然後去認識那個餐廳的主人 然後認識廚師 認識裡面的一些其他的朋友們 而且呢就是我會特別跟他說 欸辛苦啦 我了解到說 欸他們還要用什麼 紅色的那個什麼布曼啊 隔開 可能座位上還得放點退敵熊啊 什麼之類的 各種各樣子的方式嘛 所以我現在就會去實體見面 出門消費 就會跟他說欸辛苦了這樣 那我們優人舞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要換個經歸 要錄那個五百天 好